库里只有一米九腰,更没有哈登一百公斤的体重,看他的身材,你体会不到他进攻时的难缠,不讲理得三分,灵气的传球,节奏感超强的突破,甚至加上库里那骚起的进驻动作,真是吸引防守者的仇恨, 就连詹姆斯,保罗也很无奈,再想想贝弗利与德拉维多瓦,帮库里真是健体力活,很多球队在防守库里时,经常会选择包夹,因为他没有杜兰特那样的身高,在传球视野兽族是会很容易出现失误,不过勇士队内,汤普森,杜兰特都可以来客串空卖,格林更是侧应传球样样拿手,所以在夹击库里时, 你必须小心有视其余四位,但也有不好惹的主,就是在帮你护理,窝上的比你高,多位比你大,可是有那么好防,漏斩的封印大法,味道如何? 詹姆斯的身体素质不用多说了吧,防守库里时也称不上大棒小,不过哪有这么好防? 库里的超远射程,加上灵活,有节奏的脚步,你很难判断出他是投篮还是突破,所以你必须在一秒钟内做出反应,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,看看老扎这无奈的选择,想听库里的塔跳怎么和詹姆斯比,所以能干当然干,加上库里是颠头,当詹姆斯选择封印时,那绝对是判断失误,被晃倒了,澳洲拳手拿下拳拳锤里胸口,意不意外? 毕竟在老扎没去胡人之前,其实与勇士的宿敌关系,是真的精彩,但也有点是绝疲劳,不过直观群众,就喜欢看格林的野蛮风格,所以在防守库里上,大伙都应该记得来自澳大利亚的德拉维多瓦,说实在的,德拉维多瓦只是一名角色球员,他在场上的功能及其定位都是防守, 所以你可以看到,他巴不得与库里融为一体,德拉维多瓦很明白,就算认真好好防,你也不可能让库里一分不得,所以要处其不易,攻其不备,这不直接主动亮出自己的拳头,库里的表情亮了,或许注意力随之下降,大脑里在浮想面前的澳洲拳手,别误会,圣保罗爷爷只是在认真防守, 如今作为火箭的一员,保罗的人气再度得到飙升,但话说回来,保罗打球时的小动作,那可真是名人堂级别,甚至有时都能逃出裁判的眼睛,从快传到火箭, 你看看保罗防库里的样子,由于年龄与伤病的增加,时间跟不上了,保罗一直以来都是空位线上最好的防守者,上着力量一点不虚,下肢的底盘稳定性也很高, 但在防守像库里这样的球员时,保罗也很心有余悸,你敢看一眼我的脸,你就会偷丢这个三分,要说瞧,还真是乐福强,你看他一下惊慌失措,一下张牙舞爪,该有的样子都有了, 只不过我们的要求太高了,从成功大房死死照入护理,到被针对后的吐露空水,想必没什么好快乐福的,毕竟是错位,脚步速率灵活肯定没有小个子强,反正大房护理你得想尽办法,别管喝不喝,是,别发挥就行。